一带一路首届澳门游艇产业发展高级别会议论坛 在渔人码头丽亭海景酒店举行 论坛分为四个主题 分别从澳门在一带一路政策下发展机遇 中国游艇制造 互联网时代游艇和金融 游艇生活方式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组委会邀请到来自游艇业界专家代表 金融界经营桥楚 资深游艇媒体代表等 一同参与各议题讨论 更好推动国际游艇产业发展和互通 战会期间同期也举办 换个角度看世界大型海底世界摄影及摄像展 以独特的视角与语会者展示水下万千世界 科普海洋知识宣扬环境保护 而第四届澳门公务航空展 也举行今届会展展商推介会 推介会现场宣布南山公母机顶级湾流 G650ER即将投入使用 终日航空也向公众介绍主要产品及业务 而在当日下午 也邀请到多位演讲嘉宾 为现场观众带来精彩航空历史 及航空知识科普广座 今届航展不单为港大观众 承认来自国内多款不同机型展出 更以一系列港座及展商交流活动 推动澳门航空产业发展 而在第五届澳门车展现场 也举办多项丰富精彩活动 在金刚会展D馆舞台 有汽车Logo大竞赛 齐齐逼巴士游戏 现场观众观赏车展同时 也都可以齐齐玩游戏 还可以欣赏到澳门歌手祖师 带来的美妙歌声 同期也举办第五届澳门车展模特赛 每日都有三场T台秀表演 同现场互动及巡馆表演 通过精彩激烈的模特表演 为车展增添新的文化元素 而在金刚会展A馆 也举行亲子方儿童绘画天地 在车展现场 为喜爱绘画的儿童提供展示绘画天赋 发挥想象力平台 鼓励孩子们描绘出心中的交通工具世界 另外中国客车第一品牌雨通 也都攀同多款新车量上澳门车展 郑州雨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市场部副部长常浩 亦都跟大家介绍雨通如何结合一带一路政策 采取相关工作 以及目前取得的成绩 在国家一带一路的大战略的指引下 雨通公司也作为国内客车的领军企业 也在积极地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的战略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带一路主要是 在几个方面实现我们的互联互通 包括我们的优势产能的转移 技术标准的输出 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我们的人文的交流 其实我们都认为说包括雨通在内的客车企业大有可为 因为雨通我们现在的年产能已经突破6万台 然后我们的日产能超过310台 所以说这么样一个优势的产能 可以服务于在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 那么当然了 在技术标准输出部分 雨通现在在海外已经有超过10多家的KD的组装厂 那么通过我们的KD的合作组装 能够把雨通的标准也就是中国的标准带给我们的客户和目标市场 同时提升当地的客车的组装水平和我们的技术服务标准 说到人民币的国际化 我们也在尝试在一些东东亚的国家实现我们的人民币的贸易交易 另外我们也通过我们的在当地的设厂 然后提升当地的就业水平 也提升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品牌影响 人们的交流当然也就扩大了 所以说我们认为说一带一路 对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呢雨通也愿意投入更多的资源 融入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 为我们一带一路的广大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另外他也提到雨通在港澳市场情况 以及未来的计划 目前截止到9月份 那么我们在澳门市场的话 车辆的保有量已经通过800台 那么预计到12月份的话我们会到900台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澳门的这个市场账用率呢 应该是在40%左右 其实呢我们澳门呢 也是我们雨通进入海外最早的地区之一 那么在2005年的话 我们开始进入澳门市场 因为澳门呢虽然地方不是很大 保有量的话大概2000多台车 但是呢我们认为说澳门的意义重大 因为它和它是广大普遇国家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我们通过进入澳门市场呢 能够让我们几千万的这个 我们的游客啊 可以看到雨通客车的良好的品质和服务 所以说我们认为澳门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市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